漫游新加坡 我和旅游博主皮皮 明明去了两个文化街区 竟然是殊途同归 最像最深刻的是 娘惹文化 我今天也接触到了娘惹文化 而娘惹这个共同的线索 最终指向了同一个地方 加东的儒妾 去这里啊 感觉像是一个收藏家的家一样 欢迎你们来娘惹博物馆 谢谢 请进来吧 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土生华人的家 扑面而来的是既熟悉 又陌生的奇异感 这是我的家 我是土生华人 这个家就是差不多一百年来 我已经收藏土生华人的古董 已经差不多四十年了 好年轻 看不出来 我真的说了四十年 很简单 你站在古董的旁边 确定会年轻的 相比作为国家只有58岁的新加坡 土生华人在东南亚的历史 可以追溯几百年 特指华人与当地人的后代 我们总是说娘惹文化 其实娘惹只是指土生华人中的女性 男性叫爸爸 叶馆长就是一位爸爸 这里五千多件土生华人的收藏品 都是她的私人珍藏 你一进来一个土生华人的家 你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个第一个客厅 这种很漂亮的贝壳的架式 你一看你就知道我们是华人 这些就是我们叫setting 这个就是我的家的灯笼 因为我是姓夜 那你看是夜符 土生华人的女孩子娘儿 很喜欢鞋子 帮她们就是把这些小猪猪 把它绣在鞋子上面 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博物馆最宝贵的 因为这个是我外婆缝给我妈妈的 从家里传下来的 这个是饭盒 你看这里 后面就是土生华人的字 就是祝你好运 这个很重要 你在新加坡就是吃 我们新加坡就是最喜欢吃的 就是开心地吃 这些饭盒 印尼也有 缅甸也有 印度也有 可是最漂亮的 都是土生华人 叶馆长收藏了四十多年 真正做博物馆 却是从二十年前开始 这个转变和这里的一件瓷器有关 最有意思就是这个中间的 二十年前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印尼华侨 他有很多漂亮的娘儿的瓷器 最漂亮就是这一粒粉红色的 我跟他说 这个瓷器你卖给我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家里 几年后他说 我想看这个瓷器 因为下个礼拜我会去美国旅游 我说好 他来的时候 他就是在这个凳子 他坐下 看着 特别骄傲 特别开心 过了一个礼拜 我收到一个电话 我的印尼华侨的朋友 在美国发生了一个意外 为了纪念朋友 叶管掌把家变成了博物馆 永远把这件瓷器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二十年过去 他不断分享着土生华人的故事 也在这个过程中 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根 我小时候我父母亲只跟我跟我妹妹说英文 在学校老师教我中文 可是对我特别困难 我偷看也好 我骗了事也好 还是不及格 还是不及格 可是现在过了二十年 整个土生华人的文化可以用中文来解释 你要知道我们土生华人只会说英文 还是讲马来文 为什么我们的门上 我们有那么多华文字在这里 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华人 我们在这里已经两百多年了 吃的也是本地的食物 穿的也是本地的服装 语文也是马来文 可是在心里 我们还是当着自己是华人 我们聊天的时候 皮皮已经扮作了小娘惹 热情的叶馆长 教我们学了一首简单的娘惹儿歌 其实我也不大懂歌词的意思 它没关系 就像叶馆长看不懂汉字 丝毫不影响他热爱华人文化一样 我深深知道 我们拥有同样的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